根据第五次国民体制公报 我国成年人的超重率达到35% 老年人更是超过了41.7% 也就是每一亿个成年人中 有3500万人正在成为肥胖症的受害者 根据世界肥胖排名的最新数据 目前肥胖率排名前十的国家 第一名是老鲁 每十个人中有六个是肥胖者 其次是美属沙摩亚 库克群岛 帕劳 马绍尔群岛 法蜀波西尼亚 图瓦鲁 纽埃和基里巴斯 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分布在南太平洋 且都是一些小岛国 那里几乎拥有完美的海滩 乐带雨林 人们可以无限量地享用天然椰子汁 将海鱼海蟹作为食材 它们本该拥有非常健康的身体 但是现在却有50%以上的人口 发生了肥胖 实际人均寿命还不到70岁 是什么导致它们过度肥胖 成为世界肥胖症最大的受害者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南太平洋上的肥胖秘密 老鲁是目前世界肥胖比例最高的国家 也是世界最小的岛国 全国只有一座面积约21平方公里的珊瑚礁 它首次被人发现是在1798年 一首名叫雪猎人的英国捕金船 发现了这座岛 当时岛上居住着12个部落 约1500余人 他们常年与世隔绝 拥有充满生机的乐带雨林和深海浅滩 当地居民随手在岸边就能抓到一米多长的金枪鱼 无忧无虑就如同天堂般快乐 英国船长约翰·费恩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 他希望也能在这找到快乐 所以给其取名叫做快乐岛 和岛上居民一起享受大自然给予的馈赠 然而这座岛在被英国人发现后 却完全变了模样 19世纪 英国人带着船队再次来到劳碌 他们希望将岛上干净的水 热带水果和用植物提炼的棕榈油 运回欧洲 然而过去的鹰瓣在劳碌 根本没人认识 土著也不认识什么黄金白银 所以英国人把羊酒和枪支作为交换 留给了岛上居民 当枪支传入老鲁后 有枪的部落开始掌握到话语权 只要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 12个部落最后达到只剩下两个部落 一个控制老鲁北部 一个控制老鲁南部 进入到长达10年的内战 全岛人口减少到只剩下800多人 到19世纪末 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 取得了技术上的巨大突破 他们开始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 争夺广辖权和殖民地 从1884到1914年的30多年时间里 新济内亚 所罗门群岛 劳碌等南太平洋岛国 纷纷被德国扩展为殖民地 在此期间 他们在岛上发现了一种叫零缩岩的物质 这种物质是由海岛鸟粪沉淀形成的结晶 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为了瓜分在南太平洋岛上的财富 西方列强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一战中 澳大利亚攻占了德国在南太平洋的领地 并在战后与英国 新西兰共同瓜分岛上的财富 他们在老鲁筑建了零酸盐矿业公司 疯狂地挖掘岛上的土壤 一车一车往岛外域 因为他们只给岛上土著每吨两便式的收购价 到欧洲转手就卖到了五英磅 利润高达两百多倍 就这样殖民者消灭了老鲁中部的热带雨林 从古老的珊瑚礁上取出矿石 彻底破坏了小岛上的生态平衡 到20世纪90年代 老鲁中部的大量土地荒废 无法种植粮食 人们被挤到了狭窄的岸边生活 此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 再次将高糖 高脂肪的加工食物 运到老鲁 导致老鲁人的平均体重超过了100公斤 成为全世界肥胖人口比例最多的受害者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往老鲁东南方向3000多公里 是世界第二胖的美属沙摩亚 该地区从19世纪中期被美国接广 属美国无建制殖民地 全境有5个火山岛和2个珊瑚环礁组成 主要人口集中在西部的图图伊拉岛上 生活着4万5千多人 在图图伊拉的街头 你几乎找不到一个身材标准的成年人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拥有粗壮 圆润的身材 在他们当地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 就是美国进口的烤火鸡尾 在美国感恩节这一天 很多人都会吃火鸡 但是鸡屁股在美国是没有人吃的 因为它是鸡身上最肥的部位 于是大量的鸡屁股被打上了进口食物标签 运到这些太平洋小岛 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岛上的居民 常年使用这些高脂肪食物 导致图伊拉岛的街头 到处都是肥胖症患者 严重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质量 在图图伊拉往南830公里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汤家王国 该国是由170多个珊瑚礁合伙三岛组成 主要人口集中在汤家的首都 鲁库阿洛伐岛上 在这座城市中 成年人的肥胖率达到了60% 下到当地的灵民百姓 上到汤家国王 都是不折不扣的大胖子 当地有一种特殊的文化 凡是村里有钱有地位的人 都喜欢在周末或是假日 举行大型的宴请活动 这些人将宴请视为一种荣耀 一种骄傲 导致当地的婚礼 葬礼 成人礼 多到不可胜数 更是造成了大量食物的浪费 另外 该国还有一个吃羊肚腩的习惯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资料 每100克羊肚腩中 有40克脂肪和420卡路里 这些东西在新兴兰被扔掉 运往世界各地 其中就包括太平洋岛国汤家 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 加上认知局限 导致汤家人吃得越来越胖 现在汤家的医院内 充满了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 大量的老年人 因为糖尿病被截肢 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家 带来沉重的负担 在数百年前 这些小岛居民 并没有肥胖的基因 从他们遗留的历史资料 可以看出 太平洋岛上的居民 各个都是身材经兽 身手敏捷 可以徒手爬上 十几二十多米高的椰子树 去采摘新鲜的椰子 也可以在海边 随手抓到最新鲜的金枪鱼 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然而现代经济社会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岛民将自己最好的鱼 水果卖给了发达国家 就从发达国家 进口高脂肪 高热量的食物 导致他们的身体越来越胖 人均寿命也在不断的缩减 如果这些小岛居民 能够早日认识到 肥胖带来的危害 或许他们也能克服重重困难 去找回最健康的生活状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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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